尽管包括了正言法师等各界人士都呼吁学运应该要落幕退场了 但是学运领袖似乎还没有想停止的意思 不但宣布蓝委四大扣 下午陈维婷还号召学生要到板桥去呛国民党的党边林洪池 同时他们也宣布明天下午将会自行召开人民会议 审议两岸监督条例 还说白狼如果想来参加也欢迎 占领一场将近三周立法院运作形同停摆 但学生宣布周六开始要自己来 很多人以为我们每步的就只好自己摸摸饼自己离开 不对我们在这个国会里面我们要自己开议 这个礼拜六在国会议场里面 青岛东路的现场济南路的现场三个地方 我们用马拉松接力的方式分成60组 至少1500人用审议民主的方式来共同审议这个两岸审议监督条例 要号召1500人分组讨论用审议民主的方式取代现有的代议制度 还欢迎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大家有欢迎就是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那小时候讨论 那跟同学议讨论都欢迎 那白狼如果你要和平理性的跟加入20人 20人学生同学小时候讨论就愿意给你的讨论 现场记者会也点名批判国民党四位立委 林洪池张庆忠林德福吴玉生下午还要到选区扫街 从板桥林洪池这一次的始组游者之一的选区出发 接下来全国各地的民众也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立委的选区 开始发起相同的行动 让50万人回家后向选区立委施压 在高雄已经有民众响应 反复冒学生不但不退还要扩大战线 记者综合报道 而学生占领立法院第18天陆续有人表达了不满的声音 立委罗明才骂这些小孩是屁孩 不读书增加实力以后还得起学贷吗 还有一名网友在网路上公布了一段录音 一名妇人在公车上当场痛骂抗议学生 反复冒的黄色布条很显眼 有人上班时把布条绑在包包上 碰到了立场不同的阿姨当场呛瞎 台湾你现在过这个日子 你还能过这样的日子 还能让你去民主去抗议 你自己不珍惜自己的国家 搞什么东西啊 自己以为自己怎么了 口罩遮起来帽子遮起来是遮丑啊 要抗议就举食嘛 你就不要吃嘛 你手上还拿个早餐干嘛 那你就不要去大陆啊 你不要去啊 你有本事你就不要去啊 你所有东西都不要用大陆东西啊 你也不要跟大陆来往 就台湾锁起来 门关起来就好了 这位阿姨一向是念小孩一样 数落一大片 而有立委则是直询到一半爸爸上升 这根本就是屁孩的屁儿啊 现在讲说屁孩啊 其实小朋友真的是哦 我说你老板啊 你电视 你老板的 你老板的 你那样出现哦 我会来说就会不会 话讲这么重 让被直询的教育部长蒋伟宁都回说 打小孩不对啦 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 可以好好关心 两代意见不同 还是和平理性沟通比较好 不想要是 我们都无痛快了